YES 只是因为经费的问题 所以很幸运的拿下冠军 啤酒台湾国旗拿着奖杯 许玉秀看起来很开心 但拿下冠军之前 这一路走来确实不容易 因为他启蒙时间晚 在彰化花坛国小五年级时 才开始接受正规训练 靠着苦练弥补展现竞争力 而靠他的努力 目前也挤到青少男 世界排名前十的成绩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要争取经费 其实转职业下去 花费会比青少年还要更高 只能看看有多少资源 然后我们才要安排多少资源 从前年开始 许玉秀不断出国 征战磨练经验 迟到去年下半年状况稳定 把世界排名列为目标之一 而这一回的大满贯 可以说是他成年的毕业礼物 TB新闻 吴彥均谢品台北报道